师父,我现在就还没吃全素,我现在就许愿那个不吃火海鲜还有火的生物,然后还不是很精进,然后每天念经 你还不是弟子吧? 对,我现在暂时还不是弟子 你要赶快努力,因为现在天灾人火太多了,你听得懂吗? 谁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今天明天的,因为这个世界变化莫测,变化无穷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命都不是控制在自己的手上的 你想想看谁突然之间生癌症了怎么办? 小丫头,你要是身上突然之间生病了,你告诉我你怎么办? 你求医生的话,你看看看,医生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得了不了? 你明白了吗? 对的 好的师傅,我一定会努力,学佛,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惰性 有时候也是因为一种惰性,然后有的时候就不精进 而且你脾气不好,要慢慢改,脾气要不要太倔,明白了吗? 对的 好吧 还有自己要真的要好好,要早点吃素的 因为你不吃素的话,你要知道你身上那些不好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的 你知道医生,这个已经医学常识上已经讲了,生癌症的人,百分之九十的人全是酸性体质 那么减性体质的人不容易生癌症,那么酸性体质的人全部是吃活的的,吃那种荤的人 而减性体质是吃素的人的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的,小亚洲 好吗 嗯,好的,感谢师傅 好,再见 安,等一下,师傅 好了,不能讲了,太长时间了 感恩你真的,对不起,时间太长了,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师傅 就是我,我现在不是每天发愿为师傅去放生的是吧 那假如我已经发愿了 已经发愿了,不是假如 已经发愿了,然后呢,我不是要去参加师傅的法会 假如一个星期不在 那这个每天,你说怎么说啊 这没什么,没什么说的,没关系 没什么 跟菩萨讲一下,参加法会功德更大 没办法 哦,然后我就是每天,哦,就是每天的,呃,参加法会的一个星期就不放生 回来再放一样的是吧 一样一样 用不着说什么的是吧 用不着的,就跟菩萨讲一下 而且根本用不着补的,没关系的 哦,不用补的,哦,那太好了 我,我本来呢,我想叫我那个,呃,父亲放,叫我家里的人 别人放也不用的是吧 不用,不用,不用,好吧 哦,那我知道了 以前我就是叫家人放的 好的,谢谢师傅啊 好,好,再见 原谅我这么长时间啊 谢谢,谢谢 感恩,感恩师傅 嗯